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议会这个礼拜开临时会 真的是天天都精彩 日日有亮点 在今天的节目中 就为您邀请到三位市议员 带大家一起来监督市政 一起来关注最近延烧了 一个月的火爆议题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我们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婷一座好 再来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张志豪 小军好 各位基隆市民朋友大家好 志豪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 小军好 各位大家 大家好 伟正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就是我们东岸商场的正义 我们先请伟正义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这个产权 使用年限以及到新合约 这到底是怎么看 好的 首先这件事情呢 一开始起因是我们张志豪议员 他在网络上有看到了 基督市政府有许多奇怪的操作 有册公告 那有许多合约上没有公开的部分 那在我们党团呢一同开记者会向市府要求要公开合约的时候呢 市府迟迟不肯给哦 那到了我们进议会咨询前一个工作天 我们才拿到这份合约才终于能够将这份合约公诸于市哦 那接着我们就就看到这合约的内容 首先里面看到呢 其实不管是前期的可行性评估或者是这个合约里面哦 得标厂商他们都有特别提到 在这个东岸商场这边呢 他们认为规划的营运营业额一年是6.4亿 那如果依照基隆市政府哦 市长谢国良他这边的说明哦 因为他在2月20号有特别开一个直播在市府里面 有向大家说明这个变动权利金是2200万一年 但是他的营业额是12亿的这个情况 他才能够得到2200万在市政府哦 那这个变动权利金呢 我想如果要以12亿的营业额来推算的话 市府得到2200万 但是连可行性评估以及这个市政府和微风所签的合约里面 上面的评估预估营业额都是6.4亿左右 那也就表示变动权利金拿到2200万的可能性极低 我想在这边要跟基隆市民哦 特别来说明一下 现在呢微风集团他们在台北车站这里 台北车站是也有一个微风台北车站广场 那在这里的这个商圈结构 以及他里面的商店所有建构出来的这个营业额 台北车站是一年他的旅客的人数大概是在4000万人次哦 但是他的营业额呢也就12亿 那以我们基隆一整年的旅客到访人数哦 大概差不多400万人次 也就表示说我们是旅客到访人数是台北车站的十分之一 但是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所谓的12亿的营业额 我就心里面有在想说 为什么市府这个数据是从何而来的 于是在这个咨询的时候就特别像谢国良市长请教 那当然也得到市长的这个的回应 市长是说明他因为我们在现在的东岸商场里面有两个商店 一个是Net 一个是宝雅 他将这两间店面 他的频数是1100平方公尺 他的总 就是面积 那两个加起来 大概能够达到的营业额一年是2.7亿 那如果以东岸商场呢 这个整个总整栋商场的面积 大概这两间店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2.7亿乘以4 应该会得到12亿的营业额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法 当然以上业界来讲 这算法这个以上业方式来推算是合理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以一个正常的公共资产 或者是以一个正常的公有设施来看的话 你就很难再用商业的思维来推算这样的空间评效 我想基隆市最赚钱的产业 可能有某一个公司或某一间店他最赚钱 但是是不是每一间店都这么赚钱 是不是每一间店都是迪亚扣 是不是每一间店都是基隆市鼎鼎有名的十大名店未必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推算这个空间的合理 合理能够评估的效益 我觉得以市长这样的推算方式不尽理想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对这件事情抱持着 这个很高度的监督 那相对在这里向市长提出疑问 首先如果以6.4亿来算 我们的变动权利金就不会拿到2200万 所以在这都显示这份合约 其实要来跟微风签订以后 我们当然很期待微风集团的进驻能够给东岸一个新的风貌 但是同样的现有的厂商他在执行的过程 包含他能够提供的条件和微风对比之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数据上有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这也会让我们思考到那市政府他的评量标准 是不是在合约的收受的金额以外还有其他因素 还是有没有私人因素 这才是我们这一次在议会希望体现给所有金融市民 告诉大家以一个金融市议员来做监督的角色 我们怎么样来检视以及他的合理性 我想不管在这个合约拿到民间企业来做评估 我相信可能在民间企业会让人家觉得你是怎么算的 好像可能会被老板fire 有很多我的朋友做业务的都说如果这份合约是我去签 然后我这份合约是在一个正常的民间公司来讲话 我去签这份合约的代表可能隔天就被老板fire 掉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多多来让市政府和德标厂商 希望他们能够有多一些真的对基隆市的实质回馈 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多一些真的对基隆市整体景观 有能够得到很好很大的提升跟注意 那再来的话就是东岸商场其实不可会言 他下面本体是一个停车场 他要带给基隆市的正向效益其实还是在他整体的停车便利性 以及因为停车所有的车辆要进入停车场的那个动线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再更好的提升或改善 能够让要去停车的民众他们在排队的过程不会受到一些困扰以及危险 那也能够让要前往基隆市其他的区域的车辆和停车场停等的车辆 在行程交通交织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交通安全上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所以也是能够借由这次的监督希望可以体现 可是有点可惜的是市长天天都在媒体上面丢出新的东西 让我们有新的东西要去聚焦 我们没有办法就公共安全跟公共设施上面来跟市政府有效的沟通 这一点是我对于这一次临时会讨论东岸商场以及停车场 非常大的遗憾 是 所以对东岸商场其实有不同的期许跟注意 那另外当然有衍生出其实针对这个促餐案 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要带给市优士 是的 其实对于促餐案来讲 我们都希望说透过这个促餐案 因为它是如何从OT转变成ROT 其实在这个案子上面 我们有议会也有这个过去在这个段期间 过去在林佑昌市府时期担任议员的每一位议员先进 他们都有在说明 尤其是本档的鸿燊有议员 他就特别说明说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从OT转变成ROT 也是当时的交通处处长和市议会沟通 得到的共识能够让厂商他们在停车场的上方 能够做因为营业上的需求能够做一些附属建物 所以才会得到现在的东岸商场 那也有有党的议员一直在看大家强调说 这所谓的产权问题 其实产权问题就已经完整的体现在合约里面 合约里面非常清楚的表明 当这个原厂商他在经营其满后 就会应该要将这个整栋商场登记回基隆市政府 那我们打开这次合约以及过去的合约 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前手市政府和前手的厂商 签的合约是5年加3年 那后面还有个隐形的加2年 这都是因为林前市长他希望能够让现在的市府 有一个充分的决策权 所以他就将5年加3年加2年 这样的条件放进去 那也事实证明5年加3年其实就能够让 元首经营的厂商大日开发 以及他的附水厂商net 能够得到原先投资金额的回馈跟收益 他们能够将这成本摊提 在8年的时间内能够摊提掉 所以我们也在思索说 如果新的处餐案在微风集团进驻 现在已经是和微风集团签约了 他们进驻后将要带给东岸商场怎么样一个新风貌 以及所有设施上面怎么样一个更新硬体上面 是我们未来要聚焦的目标 那原来的net他们就已经能够执行到这个程度了 那未来的微风他们怎么做 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的来对比 是就是在产权的部分大家有这样的疑惑 那当然我们经营党团其实从很多地方来说 都有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个问题给厘清解析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媒体通路的回馈金 这个部分大家也是一直在讨论的部分 是就媒体通路回馈金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一次也是我们民进党团 大家每一位议员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研读这份合约 当然就在这份合约的最后倒数第二页 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数字 就是大概一亿多元 那他的时间又7年 那才将这个数字除以7才得到了1920万一年 这样子的数字 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所谓的媒体通路回馈 是微风集团他们将会在台北市信义去 他们的微风广场大楼这里 释放出他们这一块电子看板120秒 那他们认为这个只要释放出来 一个月的价值是160万 乘以12个月一年 他能够给金融市政府的回馈就是1920万 那么但是他说至少7年 我们就非常纳闷就在于说 这项回馈他在合约里面订定至少7年 为什么不是签合约的20加10年 而是至少7年 那再来当你放上这样子的电子看板 他的选择时段是什么时候 他要达到160万 他的观看次数有没有办法被量化 以及他所带来的效益 因为我想微风集团他们这一块看板 放在信义计划区 当然非常诱人 非常非常有广告效益 但是上面能够po的品牌 其实有很多都是和微风集团 进驻贵位的品牌 也有像我前几天在媒体上面看到 他的这块看板也有放上海尼根 这些知名品牌 那我想知名品牌 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预算 以及他们能够在热门时段 抢下这块看板 那我想微风集团 因为这项是属于回馈 他能够提供给基隆市政府的时段 是什么时候 里面也没有明定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到底在上面基隆市政府能够做到怎么样的实质宣传 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因为是宣传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公益政策 还是宣传基隆市内的一些店家 这个部分那店家的选择 所以这很多东西他的评比 以及他要去思考的条件 都没有呈现在这份合约上面 这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这媒体通路回馈 这件事情会不会遭受很多市民在打折扣 因为一年1920万不是一笔小钱 这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观察的项目 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民进党团 他们对于监督市政这一块 真的是非常的一步一步做到位了 那当然就是有一点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市长谢国阳公开了这个 他的在直播上的说法 让这个民进党团觉得很神奇 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讲完了 张志豪议员 施伟正议员 他不会再讲这个了 不会再讲这个了 他换一个 马上就这个没有了 再换一个 大家都太习惯你们这种套路了 但当我知道说这个是你们修 然后你们拿你们修东西 来扛我 然后来攻击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蛮无耻的 对 我小小爸爸 我谢国阳很少想要这样讲 但是真的你们这样很丢脸 很不应该啦 很变小的啦 真的 你们很丢脸 你们民进党议会党很丢脸 民进党机动市议员 节路市长开直播的这段话指出 机动市长谢国梁 说明东岸商场争议时 直接批评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相较于过去多年前 为了东岸商场修法 现在却拿这个来攻击他是 无耻就更小 其中也点名到市议员张志豪 以及施伟正是有套路性的 在批评东岸商场的争议 对此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也特地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梁 向民进党团 以及全体市民道歉 我们刚好就是 志豪一作就坐在现场 我们要请教志豪一作 但看到这个大概开记者会 那最后的市长他的反应回应 那你们又怎么看 其实谢谢小军 其实谢国梁市长 他在这个直播里面 为什么会这么失态 他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他可能突然才发现到 我们金融市议会的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条例里面有一个上限30年 那也许也有人跟市长说这个上限30年是2015年的时候 在当金融市议会里面通过的提高从原本的应该是12年吧 提高到了30年 所以他发现说等一下 这民进党自己修的 然后现在还拿这条来骂我 张志豪议员你还一直问我说 为什么30年 我现在才发现 就是你们民进党把它修成30年 所以说才有30年 所以你们真是无耻 然后这些其他话语就这样子标出来 那其实市长在这个事情上的理解 我觉得他就是对当时整个修法的过程是有缺理解 那这个说真的因为当时其实我也不是市议员 所以我也是要回去看当时的议事录 回去看当时整个议会里面讨论的状况 我们才能够理解当时的脉络是什么 所以呢在当时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为什么修这个30年 2015年的时候 基隆市的停车场管理条例 有一个上限 他这个促参的这个条例里面 有一个上限叫做12年 但其实所谓的中央的促参的促参法里面 其实对于任何的促参是没有订定任何的上限 原因在于全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促参的要的这个物件 有的比方说像是高铁 那他一次促参是50年 为什么 因为他实在花费太多太多的钱了 如果你没有拉给他时间拉这么长 让他有办法慢慢的营运 慢慢的回收的话 他可能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就不会有人要投资了 促参的要义就是希望让人家觉得 让厂商觉得OK 我在这边我愿意投资 虽然时间拉了 时间可以拉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至少有办法回本 我有办法这个获利 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在 好那所以基隆市的状况就是 我们原本的有一个定一个上限 定在那边 那对于很多我们年久失修停车场来说 我们急需要厂商来愿意来营运 但是对他们来讲 这样子的时间不够长 没有办法去营运 所以说当时交通处希望能够把基隆市的停车管理条例 比照中央的法律 比照中央法律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不要去订定他有什么上限 就都不要订 就是上限就是看每一个停车场的状况而定 有的停车场可能五年就可以了 有的停车场可能要20年才可以 那他就不要去做一个限制 但是我们基隆市市议会 对于我们基隆市的这些 促参的这些物件 是有相当多的疑虑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基隆市以前 在没有上限的情况之下 曾经跟人家订定了99年的契约 或者是100年的契约 那这100年的契约给他签下去 这个厂商如果表现的好 也就算了 如果这个厂商表现的差强人意 哇 那我们基隆市一个好好的一个国有地 一个原本应该要复进我们地方发展的一个地方 就会变成了完全的罚人问津了 所以说这个是基隆市自己本身的案例 就是写林林的在我们面前 所以当时的市议会 为了这个事情感觉到相当的担忧 绝对不可以完全没有上限 要是再签一个100年的 再签一个99年的游泳池怎么办 那我们这些游泳池其实这是我们直接显著的案例 在我们中正公园旁边 在我们中正公园的上面就有一个清水的游泳池 现在就是停止营业 在我们七堵这边有一个水样会馆 也是一样 99年 对 中正公园那边是99年 那我们七堵水样会馆这是100年 那当然因为这个100年 所以后来才有监察院监察单位的介入等等 后来降低变成47年 它仍然是一个很长的年限 所以说在基隆市议会的角度 当然觉得处餐法很好 我们需要处餐 但是无限上纲也不行 所以说在12年跟无限期的中间 我们市议会就取了一个折中 这个折中就是30年 这个30年就是一个上限 这个上限的意思也就是说 不是你每一个处餐案都要30年 而是我们要根据每一个处餐案的状况 来去订定它适合它的年限 但是不用说 现在开始所有的东西通通30年 所以我在问谢市长说 所以为什么要让东岸商场 吊一个30年的约 就谢国良市长的回答是 因为上限是30年 所以我就要签30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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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你就误会我的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说 上限在那里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是要问你 你要给我讲 希望你能够说明给我们听的是 东岸商场签30年的原因是什么 必要性是什么 它你们里面有怎么样其他的这些促销的策略 招商的策略 对地方发展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政策的措施 就是希望你能够一一的跟我们市民阐述 30年不坏 没有人会反对30年 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们作为事业 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30年的计划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问 当然也是因为 在微风得标30年以前 当然这个30年市长说 这是20加10 你硬是说30年 没错 20加10 好我们就说20加10 20加10的东岸商场的微风的这个案子 要拿来做比较的话 就是跟前一个 也就是大日开发或是net的 这个8年的案子来做比较 那对于厂商来说 他当然是会好他才会投资 那是会好他才会投资 就是像是我们陈记长应战 当时的这个施工 为什么会几次流标 我们很多的公共工程 常常流标 就是因为厂商发现 是可能入不敷出 不太适合投资 他们就不来 所以市政府 我们这边还在一直修改条件 希望能够吸引到人家来投资 在东岸商场的状况就是这样 对于大日跟net来说 8年就会好 就可以回本 可以获利 所以他愿意做 那如果大日跟net的计划 8年就有办法回本 为什么微风在东岸的计划 非要30年才有办法回本 那肯定是因为微风有一个 很厉害的计划 很了不起的计划 他在这边有一些 很全新的规划 非常的崭新 非常不同的创新的东西 他跟大日net 完完全全不同层次的规划 他可能是要盖更高层的楼 他可能是要在这边规划出 更多什么住商混合 或者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这些 千奇百怪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计划 如果有 那我们希望知道 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微风 他会投入更大的资本 超过两三亿的这个规模 也许来个十几二十亿 如果要花这么大的资本来投资金融 我们欢迎都来不及了 我们怎么还会质疑他 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 为什么微风跟大日net 他们投入的钱差不多 可是两个却差了这么多的时间 一个是八年 一个是三十年 当时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这样 那市长可能就是误解了我们的 误读了当时的这个脉络 所以就大发雷霆了 对我们讲的这些比较 我自己觉得比较失态的用词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理性的 客观的市政的讨论上面 我们基隆市仍然需要资源 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并不是基隆市 到处都是土地 到处都可以招商 到处都充满了这些 就是这个不行 没关系再下一个就好 没有我们基隆市是寸土寸金 你可以这样讲 我们99%都是山丘 如果我们有一些仅存的这些平地 而且它是我们市中心最精华的地段 那么它的招商要怎么样去规划 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整个基隆市 接下来要新或是不新 未来的基隆捷运 要进入市区还是不进入市区 这些东西都会跟我们基隆市区本身 重要的廊带 重要的地点 他们怎么样规划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的多汉商场 甚至未来的所谓的微海营区 这些商场这些地方都能够很有效的 让我们这些比较老旧的市区 能够带来一个崭新的活力的话 那它对我们未来把这个捷运拉近来到市区 肯定会有更大的帮助跟助力 那这几个案子的成功 也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厂商 对于投资基隆的意愿 所以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当然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议会里面 要讨论这么久 也是为什么 也感谢我们全国大家都这么的关心 那我们基隆市民当然更是 直接的在参与在其中 不管是你可能家就住在仁爱区 或是这些相关的厂商的 这些员工家庭等等 那同时也是因为 它直接涉及到的 就是我们基隆未来的就业 我们基隆未来的都市的发展 包括交通的规划等等 它全部都会在东汉商场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看得到 是真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文庭立作 因为律师出身 其实这个争议点就是这个新合约的许业 还有这个产权的转移 是不是有正确的做法呢 要提供 好 我想从1月31号的深夜 那天下午市政府 他们先点交了一楼跟地下室的 这一个停车场的部分 那二楼以上就是属于Net 他们在经营的这个商场的部分 他们在2月1号凌晨进入 我们先来讲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大家如果说有买过房子 大家就会知道 不动产的产权 包括所有权的登记 以及点交 我们一般买房子一定会说 那我现在跟你签约 什么时候过户 那什么时候来交屋 那同样的 你这一个不动产的一个 整个产权的状况 在一楼也好 地下室也好 二楼到四楼都好 整个从地下四楼跟地上四楼 全部的所有权都是属于基础市政府的 这一件事情 我想除了Net以外 没有人去争执这一件事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Net他主张说 他对这上面他有产权 那是Net的主张 市政府他要去做的是 2月1号的点交这一件事情 我有产权我要去点交 那你点交的对象又是大日 那你为什么白天的时候 不跟大日来进行所谓的点交 而要在半夜12点一过的时候 去开锁进去 大家最质疑的就是说 你12点凌晨 你找锁将 找警察 破门而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你真正要讲 从2月1号的凌晨 临时开始 Net的强占 才叫做非法的一个侵害 对市政府所有权的一个非法侵害 在前面 他就是属于放话 他想要占用 但是你市政府这么听他的话吗 他说是他的就是他的吗 不会嘛 所有权是谁的 是很清楚可以去追溯得到 契约里面也好 不管是105年109年 或者是后来市政府 在今年跟微风签的契约里面 都很清楚 所有权就是市政府的 那所以你只剩下点交这件事情 要去处理啊 那点交有争议 你的合约里面 也有争议处理的一个程序嘛 那你觉得这程序 你不喜欢 你不爱 你市政府也可以透过司法的方式 去取得一个占有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根据嘛 你透过法院判决也好 你透过仲裁协会的仲裁也好 总之你要取得一个执行名义之后 透过法院再来办强制执行 可是谢管阳市长在议会备询的时候 他就开始这个移转焦点 他说这不是民事契约 这是行政契约啊 不管民事契约也好 行政契约也好 都有法律上所规定的救济管道 你行政契约你也可以去行政法院来进行诉讼 那也可以取得执行名义 让行政执行署来进行强制执行 强制点交这一件事啊 你为什么就那么急的在2月1号的凌晨 一定要破门而入 一定要找所将来开所 这个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 任何一个行政机关用这种方式来取得占有 虽然谢国阳市长他一直在讲 那个Net他在台北的时候 有这个逾越租旗 他不愿意归还给市政府的记录 好纵使Net他是一个不良的厂商 他是一个强盗强占了市府的财产 你市府可以当强盗吗 不行吧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肯定 那你既然不能当强盗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 第二个谢国梁他提到 过去在小巨蛋台北市政府时期 小巨蛋的这一个强制的占有 市政府强制的去占有小巨蛋 把东森的人赶走 然后取得占有 这个情况跟我们这一件一样吗 东森小巨蛋那一次 是因为东森已经倒了 你没有办法期待他在好好的经营 这一个小巨蛋 而且也是经过催告 经过了几次的催告 你没有来做市政府 才按照契约的条款去取得占有 可是在我们这一个案子里面 2月1号的临时开始 Net不归还产权 不归还这个占有给市政府 才叫违法侵害 侵害到市政府的所有权 那你在2月1号的凌晨 你就强行进入 侵害还没发生 你就强行进入 这有什么正当性跟合法性呢 人家台北市政府 你自己举的例子 至少台北市政府也发过函 也要求说你赶快移交给我 之后他们再强行的 这个取得占有 可是你市政府 金融市政府 你完全没有这样的动作 你是在合约到期的 下一刻你马上就强行的占有 那我们在议会一直问 到底是谁下令的 他们始终不敢回答 谢国梁市长他也顶多是说 我默许 默许是什么意思 你不敢承认 你是要求要去做这一件事 那如果照你所说 你就是要捍卫市有财产 你要捍卫基于市民的 这一个共同的财产 你大方一点 你可以说对 就是我下令的 你为什么不敢说 就是这个在法律上 是有问题的 你不是一直标榜 你是法院所毕业的吗 你还专精刑法 专精刑法 你这一点问题 你都不敢承担 那你如何取信于老百姓 第二个我想在过去这几天议会一直在争吵的国民党团 他们的就是这个比较亲谢国梁的这一些议员 他们一直在主张的就是说 这一个OT案转成ROT案如何如何的这一个有不好的这一个事情在里面 但是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一个投影片是当时旅美林议员他在咨询的时候他提出来的 这一个这一个上面的这一段话写得很清楚 当初李刚处长还是焦旅处的时代 不管你BOT也好ROT也好OT也好 所有的处参案件到最后你的产权就是要回归给市政府 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产权所有权属于市政府这一件事情 全机油市没有人有争议只有NET有争议 那你就透过你的法律途径去跟NET 取得一个证明是市政府有所有权的一个方式 你用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取得占有 这样就解决了 你会那么听NET的话吗 他说有就有吗 不至于嘛 我们希望我们合法取得到的一个产权 是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取得 这样一件事情很困难吗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被抹黑成 我们再替特定厂商来讲话吗 我今天在这边讲不客气的一句话 今天如果是微风被市政府把他赶走 换成是NET是新的厂商 我们也是会讲同样的话啊 你正当法律程序是每个民主社会大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嘛 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非法去占有这一件事 不管是在公领域还是在私领域嘛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普世价值 不应该因为我们讲了该讲的话而就被扭曲掉 我觉得这个是谢国良他在事件的开始到现在 一直要抹黑为这件事情的正常法律途径要该解决的人去抹黑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 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公平捍卫我们市民的资产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纷出来 那最后当然还是要回归要有合法性 那当然最后我们就希望这件事情要赶快落幕嘛 有没有对东岸商场有什么样的期许 好 我想我这边想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东岸商场周边的交通环境 过去东岸商场这一个停车场是天空竞技场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但现在这边是大家都会去在这个地方停车也好 购物也好 吃东西也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周边交通非常的 这个流量非常的大 那我认为市政府你与其去跟他谈所谓的媒体通路回馈 你不如去跟微风谈一个交通围馆的一个回馈 现在周边交通环境都是我们的议交人员在围馆 在协助 每逢假日尤其天气好的话 那个周边都大塞车 那能不能要求微风 你在这个部分你们也派助一些人员来进行交通的围馆 让那个地方的交通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改善 我相信这样子对整个机油市民的生活的一个品质提升 还有交通的一个状况的改善都是正面的帮助 也会让微风的这个企业形象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这都是三方面都是一个营方的一个表现 那我认为说市政府你在那边兜兜转转的讲了一大堆说 有什么样的权利金 你不如用这个方式去要求微风来回馈给机油市民 这还更实际一点 是真的 这的确是机油市非常需要的 就在交通部分 那志豪呢 有没有什么期许 期许什么 叫东岸 期许我期许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东岸的 因为它占有我们机油市最核心的这个 包括我们的交通跟停车的空间 那在对我们对外来的观光客尤其是 它叫停车的首选绝对就是东岸商场 所以说东岸商场它这个停车场 真的就像是许多讲的是我们的金基姆 所以说我们当然期许说 它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它仍然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营运 那如果能够扩建当然是很好 我这是在我听在我的理解来说 继续扩建 对在我来理解这边要扩建不太容易 因为当初这个大日跟net他们在接手这个 以前的这个东岸停车场的时候 其实就遇到相当多工程上的困难 因为底下的漏水就是B2以下的漏水 其实是海水 因为我们这个东岸商场本身其实是一个 填海造路所做出来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它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说要再往下扩建或是再往上扩建 但是也许工程方面的 也会有人更专业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果可以扩建当然是很好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东岸商场现在旁边 也就是我们文化中心前面这一块 这个在产疗河的丁头 现在也围起来也正在做 我们的所谓的东岸商场的二期 那它其实是 以前是二期的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市民广场 这个从这个海洋广场一路走过来 接下来会有一路的一整个 这边的这个像整体规划会一起出来 那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里就是我们基隆市的重中之重的所在 那它如果产生了任何的瓶颈 那对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交通都会大乱 那如果它这边能够吸纳 它能够消化我们更大量的这些车流量 停车量 那对我们基隆市市区的交通 绝对是非常大的注意 那更不用说我左眼在看的 我每次来我们民意交通区的节目 我都爱讲的一题就是我们基隆捷运 那这个基隆捷运 其实也会跟我们未来市区的这个 整体规划会息息的相关 因为现在基隆捷运其实还也是遇到了一个 我们市长 他还没有决定 他也还没有做出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划 说是要怎么样的去来让台铁跟捷运可以共存 因为他的方案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敢 我不认为可以两者共存 我们必须要两者一定要最后要做一个选择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会捷运能不能通到市区 就取决于我们市区的规划 有没有办法产生未来更多的人潮 未来更顺畅的车流 让我们基隆的市区成为一个来也方便 去也方便 在这边消费 在这边购物 在这边甚至逛街 都是一个相当舒适的体验 那这些东西就直接关系到了 未来我们其他的这些交通 人家越不愿意把这个经费 把这些预算投资到我们基隆来的这个关键 是 就是最主要就是整体规划 如果规划的好 那当然投资的厂商就很愿意来到我们基隆 那我们基隆就会越来越好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还有20分钟 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有一件御用律师的部分 是有争议的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块来看看 手里拿着市政府招标文件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郑文庭召开记者会 113年基隆市政府 注点法律团的一个招标案 那据了解呢 只有一家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来参与评选 而这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叫做 银锐律师事务所 那该所的一个所长 就是大名鼎鼎的简容中律师 而这位简容中律师到底是谁 他过去其实就是谢国阳市长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 另外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次 在基隆市府当中 跟东岸争议的这个法律的 聘用的一个律师 我想就是这么刚好 由谢国阳市长聘用的这样一个律师 刚好也是过去 我们他的市政的一个团 市政竞选的一个团队 刚好他就获得这一次市政府 在113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案 我想各县市政府都有设置所谓的一个法治科 也有法律专业的人才 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个律师咨询的一个管道 其实正常来讲 如果遇到相关法律案件 应该就个别的部分 来聘请相关的律师 来做所谓的法律上的一个诉讼 然而谢国阳市长又创下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一个 注点法律的一个咨询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也是谢国阳 同时刚好就是谢国阳市长的一个亲信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 这样的一个招标案 是否量身定做 来由他的亲信 来做所谓的一个得标 再者简容中律师他提出的简报资料里面 大辣辣的写着在地生根迈入第十个年头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公司事务所的设立资料 104年6月他才设立这一家事务所 这一家事务所到今天为止还没满九年 可是你却说你已经迈入第十年 那你所谓的在地生根 你的事务所也只登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系纸 你完全没有登记在基隆 你也没有在基隆设立律师事务所 你谈什么在地生根 难道在异地生根 这才叫做在地生根吗 这就是我们要检视320万的标案 就是大家都诟病的说 这是量身定做的吗 我们请教文婷一座 我想我要先解释一下这个注点律师的法律服务的这一件事情 这个从过去 我从张通龙担任市长的时代 我就在市政府担任这个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 一直到我选上议员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做 市政府的所有的法律的这一个服务大部分都是靠每天早上三个小时的这一个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在这样做 那另外在林又昌市长担任这个他选上市长之后他有成立一个法规的一个研议小组 那这个小组除了有这一个法制科的这一些法律专业人员之外也有外部人员也就是会找律师公会的会员来担任外聘的委员 那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是有两三个在轮着有时候这位律师没空他们会找别的律师来协助 那其他的就是个案的部分的一个协助 从来没有看过有所谓的注点法律的团队的一个标案 那这是第一次 那这一个标案是2月7号才公告上网 2月19号开标 那大家都知道2月8号就开始放春节的廉假 2月16号才开始回来上班 17 18又是礼拜六礼拜天 他截止这一个投放投入这一个标单的时间是在17号下班前 因为礼拜那个礼拜的礼拜六是要补班的 也就是说16号来上班17号他就要截标了 那所以当然不会有律师知道更没有透过律师公会来通知给他们的会员 让会员可以有机会来参与竞标 在19号那一天早上10点开标的结果就只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也就是简容中律师的事务所来得标 那第二天礼拜二下午他们就开了征审会议 那听说也是通过了 但到这个礼拜二为止我都没有听说这个案子有决标 那礼拜一3月4号的早上是这一个契约的第一个履约的日期 按照他们的公告3月1号履约开始 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注点律师要来基容这个市政府来注点 结果3月1号是礼拜五 所以他到3月4号是第一天要上班 3月4号一大早我们到了法治科去询问 他们说这个还没绝标 问了原因 他们说因为之前有一点事情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说因为有上了媒体 所以这个礼拜会绝标 有上了媒体所以他们不敢绝标 所以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这个案子不敢做绝标 如果你那么正大光明 你为什么不是征审会议结束之后就该绝标 所以问题点就是出在这个案子里面有问题 所以我们再翻开这个招标的相关资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求的厂商资格必须具有公司登记 或者是商业登记 可是律师事务所就不是一个商业的组织 不是公司也不是行号 我们是一个独职或合伙的组织而已 那所以我们律师事务所要开业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向你所属的律师公会 请律师公会开具开业证明给律师 然后你拿着这个开业证明 再到税圈集成机关去申请编派统一编号 我们就这两个东西 没有其他的盈利事业登记 因为我们也不是盈利事业单位 所以厂商资格的部分 在公司的登记资料里面 在商业登记资料里面 律师事务所一概都不会有 那一概都不会有 我想请问你这个礼拜金融市政府 要如何绝标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在一开始 这个开标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的话 恐怕这个律师早就已经开始注点 我们要讲的不是说律师不应该来注点 而是说这是一个违反公平原则的一个标案 市政府特别挑在2月7号来公告 2月16、17、18就三天 而且18号纵使有人看到也来不及投标了 实际上只有两天 那参与竞标的又是刚好是 谢国良市长他在选举的时候的发言人 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后来被揪出来之后 发现他们就是当初太子党里面的成员 跟连胜文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也跟谢国良的关系非常好 就是你们就是bodybody的兄弟吧 所以让人家更确信说你就是为了某些人来 量身定做这样一个标案 你要知道现在的律师的职业环境是非常困难的 每年有将近1000个律师投入这个市场 所以年轻律师他们有时候不容易接到案件 他们只能到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做一些公益的案件 每个案件了不起就是一两万块 可是你放着这么好的一个标案 一个月是32万的收入 10个月320万 你给你的自己人 这样子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吗 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我们市政府的公堂是这样子花的吗 但这件事情被我们揭穿之后 我们的主办科 法治科竟然说 没有这个是要实做实销 就是说你如果是写法律意见书一份看多少钱 写纯正信函一份看多少钱 这个要何时的来来销案 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标案里面 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记录 他就是扎扎实实 一个月可以请到32万 你只要每天来注点八个小时 一个礼拜四天 一个月就是32万 如果是像我们法治科科长所讲的 他是案件记筹 那应该是一个开口合约 你为什么在标案上面 没有这样子注明呢 第二个 如果是开口合约 如果案件记筹 你应该多找几家律师事务所啊 做不完的多一点人来帮忙做啊 不是吗 所以这一整个案子里面 让人家觉得他的疑点重重 让人家无法确信说 你这一个标案是公正公开 而且是公平的一个标案 所以其实要诉求的就是公平公正 我们只好 其实我们看这个法律的标案 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 看东岸商场的案子 跟这一次的法律的标案 你都可以发现 它是同一个脉络产生的产物 如果今天东岸商场这么大 其实东岸商场这个案子 当初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听到的是什么 就是微风广场要进来 然后呢 那这个 接下来大家的意思说 微风好棒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 如果说 有来标了好几个厂商 其中有微风 那微风标到的几率可能蛮高的 为什么大家马上 我们基隆市民一听到 第一个马上可以想得到 就可以是这样 我们不需要再更多的证据 也不需要再更多的资讯 我们只要听到谢国良跟微风 我们就觉得 那可能是微风会标到 同样的道理 在简容中律师都已经陪同谢国良 不论是选举 不论是 一开始这事情出使的时候 陪他开记者会 而且直接是以这个律师的身份 去来讲这些相关的法律见解 然后 我们出来这个标案 然后就是简容中 标到 怎么样听起来 如果是简容中要来标 肯定是简容中会标到 谢国良如果要开这个标案的话 为什么大家都会这样想 其实这样想是正常的 我们本来人的本性 我们照常理来判断 就觉得一定似乎会是如此 但是问题是 政府并不是这么的常理的判断 他必须要顾及到公平的原则 也就是说 纵使谢国良跟简容中很好很好 而且简容中在这个案子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法律的这些心力 跟时间都花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政府的标案 你就不得不做照着程序来 而这个程序很有可能最后会不是简容中标到 可能会是别的律师事务所标到 可能是别的这个律师来标到 但是这个就是政府公平的这个游戏规则 它所必然会产生的风险 它会让任何可能有办法做到最好的计划的人标到 东岸商场的案子也是一样 微风好不好 微风相当的好 它是一个经营的很好的一个企业集团 但是在东岸的这个标案里面 我们需要看到的事情 不是只是微风很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进来 而是它进来的光明正大 它进来的正正事事 它是合法合理的进出到这里来 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不不喜欢 未来的20到30年 我们基隆东岸商场 我们都必须要跟微风共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跟微风共处的这30年 是一个这么难堪 这么奇怪的开始 是一个三晶半夜 去给人家强期夜席商场 强制点交的开始 微风在台湾基隆的30年的开始 竟然是由一场夜席开始的 你觉得这个对我们基隆 让我们的观感会是好的吗 未来我们还是必须要来这边消费 我们还是会来这边停车 我们不会因为它是微风 它可能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从此就跟它恩断义绝 不会这样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有一个兼顾到公平 兼顾到程序正义的市政府 因为整个基隆市 如果连基隆市政府 都没有办法顾及到程序正义 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 要怎么样感觉 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 有在把我放在眼里 有在照顾我 有在把我也算在一份里面 所以公平是我们政治的最初心 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遵守这样子的原则 那我们自然身为我们的民意代表 我们自然是需要 让这样子的公平性 能够放回到我们的日常的市政里面来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益座们 我相信在益座们的监督之下 基隆市政府会越来越好 最后30秒 好 我想东岸商场的这个争议 所要捍卫的就是一个公正的一个正当法律程序 而御用律师的这一个标案 我们也希望能够是一个公正的一个标案 而不是为了要捍卫某些人 或者给某些人酬庸的一个标案 是 最好 我们大家希望有一个对商业环境更友善的基隆 我们大家希望有一个更活泼 更有活力的一个基隆 所以说对于处餐 对于商业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 也非常的期待 有更多的可能性发生 但在过程中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兼顾到公平性的话 那就会让这个美意打了折扣 是 希望未来我们金融会 越来越好 今天本来谢谢益座们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